想要有大螢幕的平板 蘋果13吋的iPad 會是很多人的選擇之一 但偏偏這個尺寸又分為Air及Pro 價格還差了1.5萬以上 究竟該選哪一台才適合你呢 一起來聊聊吧 哈囉大家 我是李友 你的平板也是這樣嗎 買前生產力 買後來追劇 我本人就是這樣 但是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 是真的要買來做正事 而且也很苦惱 不知道該怎麼選 剛好我們手上同時有2024年推出的 13吋iPad Air以及iPad Pro 今天就來跟你分享 我這幾天簡單使用下來的心得 接下來說說這兩款平板的差別 第一個很明顯的就是價格 畢竟這兩款平板的定位 本來就是給不同的族群 最直觀的肯定就是用價格來區分 根據儲存空間的不同 iPad Air從2600到4400 iPad Pro則是從45900到80900 看到這價格你就會嚇到想說 我幹嘛不乾脆買筆電就好 但老實說平板還是有它的優勢在 這點我們後面再談 再來第二點就是效能 iPad Air用的是M2晶片 iPad Pro則是強大的M4晶片 據官方數據 M4比M2 CPU效能快了1.5倍 GPU快了4倍 那因為我工作不會用到太高效能的軟體 所以就拿它們來玩原神實測 同樣從電量100%開始玩30分鐘 iPad Air掉了7%的電 過程中有點小發燙 跟不是很明顯的卡頓 而iPad Pro則只掉了3%的電 半小時都是順跑沒發熱的狀態 但我必須說要不是為了實測 一般人應該不會直接拿13寸的平板來打原神 應該是會加個搖桿來玩啦 雖然說這螢幕真的超大 打起來爽度是100分 新iPad Air跟鍵盤我都好想買喔 但是光原廠鍵盤就要1萬多 好貴喔 到台灣大哥大 指定章案0元起 就可以把iPad Air M2 跟邏輯iPad鍵盤帶回家啦 台灣大哥大 OP科技生活 AI全能智慧平板套裝 不只給你iPad Air M2 跟邏輯COMBO TOUCH鍵盤 還搭正Crayon數位筆 讓你學習工作跟生產力都up up 2024全新iPad Air搭載M2晶片 比上一代CPU效能提升15% 繪圖處理效能提升25% 追據是小菜一碟 寫作業打報告絕對沒問題 搭配邏輯COMBO TOUCH鍵盤 給你滿滿生產力 是鍵盤也是保護殼 一秒輕鬆拆卸 直接設定免配對 邊框包覆 保護效果更好 還能自由調整多種角度 比上一代的觸控面板 面積更大更好用 想要揮灑創作靈感嗎 Crayon數位筆 這時候就能派上用場啦 筆記畫畫都好用 現在申辦AI全能智慧平板套裝 指定專案還能享有買Video KKBOX三個月免費 更多優惠 點選資訊來看囉 再來說這兩款iPad最大的差別 就是他們的螢幕 嚴格來說 iPad Air採用的是12.9吋的LED iPad Pro則是13吋的OLED 也因為螢幕材質的不同 iPad Pro不管在厚度重量 都會比iPad Air來得輕薄 在顏色飽和度上更優秀 能呈現更真實豐富的色彩 亮暗對比也更明顯 在更新率部分 iPad Air是60Hz的更新率 iPad Pro則是10-120Hz的自適應更新率 在快速滑動網頁時 就可以明顯感受到 iPad Air的畫面有點跟不上手速的感覺 但也是在同樣看白色頁面時 會覺得iPad Pro的顏色偏黃 可能因為OLED是自體發光 通常能覆蓋更廣的色域 顏色看起來會更飽和 那LED呢它是背光顯示技術 可能就會導致它的色彩偏冷 也有可能是它們本身的面板的色彩的調節平衡 有差異 所以這喜不喜歡就要看個人的感官囉 而會買大尺寸平板 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是要拿來追劇的吧 除了螢幕表現外 喇叭當然也很重要 iPad Air配置的是很像立體喇叭 iPad Pro則是四個喇叭系統 這邊直接放一段音樂給你聽看看 連我這種木耳 都聽得出來 iPad Pro的聲音真的有一種環繞包覆感 只能說震撼度真的有差耶 Pro還真的也是Pro啊 翻到背面來看 最明顯的差異就是在左上的鏡頭位置 兩者都是配備1200萬超廣角鏡頭 但因為iPad主鏡頭用到的機會比較少 這邊就不多做比較了 顏色部分 iPad Air這次共有四個顏色 太空灰藍色紫色星光色 都是淡淡優雅的調色 我非常喜歡 iPad Pro則是一如既往走商務質感的 銀色太空黑亮色 再來還有一點要讓我投給iPad Air一票的 就是它的電源鍵是結合Touch ID的 好久沒在蘋果的新產品上面用到Touch ID了 好懷念啊 而iPad Pro就只能使用Face ID解鎖 速度是快 但就少了一個味 最後一點差異就是下方的連接部 iPad Air是USB-C iPad Pro是Soundable Phone 在傳輸檔案的速度上就會有明顯落差 那這幾天使用下來呢 我覺得這兩款iPad真的沒有到非常大的差異 薄薄一台攜帶很輕鬆 都支援最新的Apple Pencil Pro 同樣配備橫向百至1200萬畫素的廣角前鏡頭 視訊起來更方便也都能享受大螢幕剪片的快感 讓平常習慣用手機剪片的我 眼睛跟手指都獲得極大的救贖 續航部分以連接Wi-Fi連續觀看YouTube影片 一小時平均都掉17%左右的電量 如果你是大量依賴iPad工作的人 就建議還是要帶充電線出門才會比較保險 所以說這兩台iPad要怎麼選呢 當然有錢就買iPad Pro啊 沒有啦沒有啦 還是要看你買iPad最大的用途是什麼 就像前面提到的 這個價格都能拿去買筆電了 但是平板的優勢就在於它輕薄好攜帶 使用起來就像放大版的手機會更好上手 還能用Apple Pencil 因此如果你的平板啊 只是要拿來追劇做筆記 偶爾剪影片打打遊戲 那建議你就買iPad Air真的就夠用了 多出來的錢錢還可以去買個漂亮的保護殼啊 或是配件之類的 那假設你的學業工作是跟設計 藝術平面動態攝影相關的領域 可能需要建構AR模型 創作影像音樂 或是有大量素材需要頻繁傳輸的 那M4晶片的iPad Pro就會是你的首選 雖然還是有很多人認為啊 在iPad上用到M4晶片是效能過剩 以目前的狀況來說 可能有那麼一點點 但還是期待後續的Apple Intelligence他的AI 看看可以在平板上發揮到什麼樣的地步囉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你也是iPad用戶嗎 還是你也在考慮要入手新的iPad 今天開箱這兩台 哪一台更讓你心動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我都會看喔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也不要忘了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李佑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好的沒錯 又到了我們歡樂的笑話時間了 問你喔 就是他小明啊 他感冒了 為什麼爸爸呢 要買一台平板給他 不知道耶 因為感冒一頂iPad 溫開水 好煩喔 不要看 我害怕 我害怕 有一家